接下來請林靜宜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麻煩蘇院長 請蘇院長 好安 喂 你好 恭喜你得民意高度支持 從回立法院 我們努力為人民服務 謝謝院長 謝謝 院長我先稱讚一下 先討論一下 我們的行政宜這樣很快 本來今天要問人道救援的事 結果今天早上的新聞稿就說 已經運送物資27噸到烏克蘭 要到了嗎 要到了嗎 這點我已經肯定了 就是說台灣我們這次的烏克蘭跟俄羅斯 跟烏克蘭之間的戰爭的部分 台灣當然我們會想辦法 在各個角度裡面去協助 那直接有醫療相關的物資 進烏克蘭是好事 不過我還是要請問一下 因為其實像這一次我們會看到說 包含波蘭他們目前正在接收 烏克蘭這邊的很多民眾逃難過去 我們當然不希望他們未來是難民 我們希望說這個戰爭很快就算 那就可以回家 但是突然之間大量的民眾湧入 我想對於我們的一些相關的這些國家 包含周邊比方說波蘭 可能他們在收容跟這些物資的壓力上 還是比較大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問一下說 那我們對於周邊 比方說正在收容烏克蘭人這一邊的這些國家 譬如波蘭 近期也很不錯 或者是旁邊的斯洛伐克 我們有沒有相關的人道援助 或物資上面或者是人力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經費上面的一些協助 謝謝 我們從這裡記取教訓就是 獨裁者的窮兵獨武 受害的最嚴重都是老弱婦孺 都是平民百姓 我們看到全世界譴責 那我們除了人道物資相關給這個烏克蘭外 對於我們民間也有大家非常勇躍 想要出手出力幫忙 政府都會盡力來配合相關支柱 我們政府也會往這方面來做 我請部長給你說明 麻煩部長 謝謝 跟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於那個物資的這個事情 我們這個是第一波過去 然後看什麼時候可以到達那邊 看他們還缺多少 那如果說後續還有需要的話 我們還會去整理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這個責任 未來盡力去處理 有關於協助難民的這件事情 那因為他們有很多難民 跑到鄰近的國家 尤其是波蘭 波蘭可能是接受最多的 那我們波蘭的這個代表處 已經和我們這邊 就這件事情取得緊密的聯繫 那我知道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大家都想要幫忙 所以今天下午的兩點的這個記者會 就是展現一個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跟民間社會 大家共同來合作的一個 有關於那個難民協助的這個活動 好 謝謝 因為我去年剛好也有機會參與我們 在土耳其那邊的人道援助 也是針對難民的部分 所以我想我們這種民間組織跟民間組織 然後或者政府跟民間組織之間的合作 我想在全球在關注 烏克蘭議題的時候應該是台灣會有角色 非常希望說我們這個地方可以快點來處理 那剛剛我們講每次到戰爭大家不喜歡的 第一個事情對於人民的傷害 第二個就是對於周邊國家經濟貿易 還有我們所謂的交通上的影響 部長可以先請休息 前面的很多委員也質詢過 也問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對於我們的能源的保分 那當然前面我想院長也有報告過 就是說能源 俄羅斯現在佔百分之十 而且三月之後剛好這個約也結束了 但是我要順便再問一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能源轉型的政策裡面 希望能夠煤轉氣 逐步能夠用這個天然氣取代燃煤 所以這個部分除了現在因應烏克蘭跟俄羅斯 這一次的這個戰爭的原因之外 那接下來我們的這個燃氣供應 可能還是需求會提升 不知道我們再來包含我國 除了戰爭之外 我們的燃氣的需求提升 有沒有其他的準備的方案 我們跟俄羅斯的這個進口的部分 原來是有一個五年的長約 那這個長約其實在今年的三月 就這個月其實已經到期了 所以我們其他的都是跟其他國家 買相關的這個中長期的合約 那中長期的合約之外呢 再一部分再去買現貨市場 所以這個部分對我們的天然氣的供應 目前是沒有問題 那未來因為我們煤轉氣嘛 我們希望能夠在能源的這個供應體上 盡量還是用天然氣取代燃煤 所以說在天然氣的部分 我們還會再尋求其他的市場 或是現有市場再多買 現在總共想 沒有錯我們都是會在前一年 就預估下一年可能會需要的氣量 然後每個月的分配等等 那中油就會到國際市場去採購 或者跟人家簽相關的合約 所以接下來是一年一年去簽這個天然氣約 欸約齁很多都是長約 阿有的是中約就是比較短 長約有可能十年二十年等等 那這個中油都會每年都會有滾動式的檢討 我們有掌握這個部分啦齁 那燃煤的部分因為俄羅斯這邊也佔了不少 那這個部分呢燃煤將近幾個%? 燃煤的部分齁 燃煤部分如果是台電買的部分其實很少 大概只有3% 那另外是民間的業者買的比較多齁 所以其他要是民間比較多嗎? 對民間的業者包括民間的電廠跟民間 需要在這個工業製程用煤的部分齁有買 那這個部分目前為止因為存量都台灣都夠 那後續我們也會跟民間的業界來了解 他們在採購煤的部分有沒有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可以簡單結論說 渣時這些戰爭不要拖得太長 不要影響得太大 那國內的電價不會因為天然氣跟煤的供應 產生電價上面劇烈變動是不是這樣? 應該說供應的量的部分齁 目前都有掌握 那相關的燃料的成本的部分 那這個確實是會有國際上的這些波動的問題 但是因為在國內都有相關的穩定的機制等等 那我們這個都會來密切來掌握 渣時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啦 在外面中看的就是這個嘛 那再來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貨運的部分 因為過去這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也知道肥貴都變得很貴 一通電話掛下去水來就又貴起來了 那這一次我們有沒有相關的這個 航運的部分會受到影響? 目前為止應該是都沒有 但是那個運費的費率的高低齁 確實目前都還是在高檔的部分 不過這個可能要看交通部有沒有比較知道 那可不可以麻煩一下交通部好不好 就是說現在包含一個是運費啦 那第二個事情我想部長也知道 就是說我們國內因為這兩年疫情比較穩定 所以我們國內產業的部分單接的很多 有一個部分是我們國內的貨櫃不夠 還是說國內穿貨櫃 國際上搶貨櫃會搶輸人家 那有沒有貴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院裡面也有一個機制 如果廠商確實找不到貨櫃 院裡面也會我們也會協調交通部這邊 我們有一個平台 那這個都可以來協助找得到相關的貨櫃 你就會說部長這邊 是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航港局有成立這樣一個平穩機制 它主要是針對倉位 還有這個印架裡面它有一些平穩機制 那現在有專門的窗口 包括經濟部跟農委會 他們就針對我們窗口 我們負責把它安排這個倉位 以及在一些這個整個這個讓它更順暢 這部分現在有這樣機制在進行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說 雖然這一次這邊的戰爭 但是對於我們航運的部分 尤其是貨櫃等等 我們還是維持原來機制不受影響的部分 目前沒有受影響 目前沒有受影響 好謝謝 謝謝兩位部長 謝謝 院長還有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當然大家 就對於台灣的國防更加的緊張 有一個案子 要跟你一起一個就是 進行在二月份過年那個時候 中國它用民用的運輸機 來逼近我們靠近東引的空域 這點是很麻煩 因為我們也知道中國他說民用 但是他民用跟政府都有點關係 好 所以請問一下這件案子後來到哪裡去了 是不是可以請問 好我請國防部給您報告 好麻煩部長 雖然是您發生在那個2月5號 其實下午大概2點4分 事實上全部狀況對我掌握 為什麼難以辯證 因為它的的確確用這個民用的這個運12 它這種飛機是民軍都在用的 但它外表的塗裝還是一個民用 部長我請問喔 因為一般民用 我們要申請航道嘛 也就是說民用它的這個航空 它是不是要經過一些相關的這個東西 它不是說飛就可以飛起來嗎 沒有錯啊 就問題出來 它這回違反的規定 沒有告知 就嚴重的危害到一個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們目前呢 我們檢討啊 部隊的反應沒有錯的 我還請到這邊去看去問 我們真的問題出來哪裡呢 因為在這個這個點上 它把它給關掉了 這辨識光點它關掉 所以有一陣子就不見了 不見但部隊的反應是正常的 所以說他們是故意關掉 讓你偵測不到對不對 然後電視器的幫你關掉 所以產生的假如有那麼幾秒鐘 就不見了 不見了可能那個時候五分鐘以內 我們已經人員在就位就位 我們是有偵測到的嗎 有偵測到嗎 我們軍方偵測到那有通報嗎 哪一邊有通報 立刻網上通報說 有一個中國的這邊的民航機突然消失 有通報 的確有通報 那後續處理呢 你們有怎麼樣的機制去處理這樣 未來他們如果再這樣處理 幾秒鐘過了以後 我們就演檢討 我們要有所作為 因為牽扯到一個第一級的問題 但我給他們指導了 要發出任何的警訊 我都授權給他們 譬如說打一些好像有聲響的 有光的 這些警告 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是說想要請問的是 如果未來他們在利用這種 所謂民航機 可是實質做軍事偵測的時候 那我們 國防部這一邊的警示 以及立刻處理的程序 你們建立得怎麼樣 我們有第一級本來就有規定的 但是我跟委員要報告講說 第一級不是講說 一看不對就開槍一看 這樣會引起戰端的 我知道 所以我們經過辨識 早期假如它一開啟的話 雷達可以掌握到所有的航機 都可以掌握到 哪怕它把辨識碼關掉 但它的航機是跑不掉的 那如果你們在有哪些機證可以發現說 它是用民航機的方式 而它實時在進行偵測 那這樣你們怎麼辦 每個雷達戰都可以偵測到 偵測到之後呢 是用驅趕還是怎麼處理 我們的軍機會上去驅趕還是怎麼處理 我們會有載空機去警告 戰鬥機會立刻上去警告 也就是雖然它偽裝是民航機 對 會去警告 而且用這個坡道 大家國際上都聽得到了 這個作為都有規定的 我們按照一般規定來做處理 那這個狀況會偵測到 我們相關的一些國防的一些機密嗎 他們的這個做法的話 這它已經變成一種挑釁 它怎麼還叫機密呢 挑釁的這個作為比較高 高過於說所謂偵測的部分是不是 是 它也是在測驗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敏感度嗎 是嗎 沒有錯 它一直在測試 好 了解 也就是所以接下來第二個事情 是這一次因應烏克蘭的狀況 我相信大家也會反對 我覺得其實部長說得很好 就是說台灣跟烏克蘭狀況不一樣 所以說去 在國內去唱衰說 這個烏克蘭怎麼樣 台灣也會怎麼樣 我覺得你前幾天的回答非常的優秀 我們要表示出我們防衛的這個態度 不過接下來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也看到烏克蘭的民眾 他們是很快的動作裡面做了很多的作為 包含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他們在做汽油彈等等 當然我們並不鼓勵 但是現在民眾會問的事情是說 假設我們現在當然整個軍 我們相信我們的軍人把我們台灣保護得很好 但是人民在這個部分 因應緊急的情勢 人民應該做什麼樣子的準備 我們有像烏克蘭政府一樣給民眾的這種緊急應變指南這樣的資料嗎 但因應到緊急的這種戰事的威脅的時候 這個這一次看烏克蘭這樣 我們全世界之所以感動 就是他全民抵抗侵略 那最最重要的是 他的總統跟他整個軍隊等等 都牽手崗位 然後他的國民從國外回去 要加入保國衛民的隊伍 那我們台灣緊急性更高 全民防衛的意志力更強 我們國安部不但有相對的作業的相關手冊作為 我們還特別經貴宴支持 成立全民動員署 立法通過 現在已經掛牌運作 相關的作為 在蔡總統指示 國安部以及相關部會都配合 我們一定 堅守防衛國家 保國衛民 院長其實大家想要知道就是說對民眾來講 第一 其實大家都說 第一個大家當時在問的事情是 假設突然發生這一類的空襲的時候 大家要躲去哪 這個是我們一樣 對於國防 民眾其實一開始我們想要演習 演習歸演習 你是算說在哪裡 哭你的美隊 這大家都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一旦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可以有哪些不論是保護自己 或者是共同保護國家的這些做法 因為國防法第三條我們就提到了 中華民國之國防是全民國防 所以國防軍事 這邊是院長 這個部長處理的 全民防衛跟災害防救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的處理程序是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 就全民防衛政務署 剛剛委員講是全民的 所以我們這一回 全民防衛政務署成立以後 有最大的特色 就把各部會還有地方政府 都改給整合起來 那剛才委員所關切的 就是說一旦有狀況老百姓怎麼辦 所以這個去年在院會的時候也有討論過 我們那時候已經給了承諾 我這樣講時間剩下一點點 3月1號今天已經發了這個國民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要求說 藉由這一次的機會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讓民眾知道 我們在一旦應應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的應變手冊跟應變資訊有什麼 整個系統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最短時間給國民有這個了解 是的 好 雲